元宵节是春节过后第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过完元宵节,年就算过去了 元宵节也称为上元节,灯节或元熙 古人称夜为宵 所以把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成为元宵夜 是我国民节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素有赏花灯 吃元宵,吃汤圆,菜灯迷,放盐花,古诗 采高桥,走板凳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 作为春节传统节日的收尾节 我跟大家说说老祖宗在这一天有什么讲究 您先点赞收藏,我接着讲 第一,元宵节要吃元宵或汤圆 人们往往会以白糖 果仁,豆沙,花生,芝麻,枣泥等围馅 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寓意着团圆美满 再有的地方呢,还会把硬币包入汤圆中 谁要吃到包有硬币的汤圆,就会采运哼痛 第二个习俗呢,就是闹花灯,图个喜庆 这一天在场里,满街都挂满了灯 有宫灯,走马灯,手头灯,摇手灯 吸引着众多市民来观看,热闹非凡 这些花灯又称为祈福灯或平安灯 这反映了我们老祖宗向上祈福的美好意愿 在以往传统社会,平常时间年轻女还是不允许外出自由活动的 元宵节这天,任何人都可以去街上赏花灯 因此,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流的机会 未婚男女可以借着赏花灯来物色对象,可以 呀,元宵节是我国地道的情人节 第三个元宵节呢,是各家大门灯栋要亮一夜 因为这表示着前途光明 第四个习俗就是送孩子灯 灯雨丁在五行中代表火 所以灯栋游用来求子添丁 求取功名,求得避兮平安 在元宵节这一天,娘家会送灯给新嫁女儿嫁或者新婚不育之家 送灯笼寓以着天丁,如果女儿已经怀孕 送一对小灯笼,寓以着儿女双拳,孕其平安 送灯笼讲究送双不送单 第五个就是走百病,走百病又叫走桥 这一天妇女们穿着盛装,成群结队的出家,门见桥壁 认为这样走桥度尾,能聚兵延年,走百病是一种消灾起伏的活动 反映了我不落祖宗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第六个就是采灯米,采刀桥,如狮子,柳羊羹 随着时代的发展,元宵节办得越来越盛大 民族特色也越来越多 汉代元宵节是一天,唐代为三天,宋代长达五天 娱乐活动也越来越多 像采灯米能展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材质 耍龙灯反映了人们对龙的崇拜 而武师则和采高桥是民间盛行的群众性 技巧性表演,非常有利于增添节日气氛 我是一尔传统文化的宣传者和受益者 汉代色人的许可,contin歌,来到几张